出門口一出來就已經吃了 我們剛剛就吃了這間回軟壽司 本來我們打算順路去吃壽司廊 中途看到這間特別少少 有那些送餐的列車 然後叫了三碟 其中一碟是只有飯 沒有刺身 非常搞笑 這間也是一個便宜一點的壽司 我覺得這間也有點像壽司廊的質素 為什麼我們會停在這間壽司店吃呢 因為你剛才看到附近有一條河很漂亮 我們現在出帶大家去看看 前兩天我們打算去摘士多啤梨馬 就關門了 所以今天特地早點來 這間就沒有上次的麥克蘭廉 那麼大型的 這段時間摘士多啤梨就最適合了 如果你夏天來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士多啤梨了 你好 這裡 買票也是這麼快 有所有東西可以吃 或者你只摘的話就是 就這樣給你取消 好,謝謝 好,謝謝 這間壽司,這間壽司 我們剛才買完票 就拿了兩個籃子 我們這次買的票就是 全都可以吃,即是放題 你40分鐘可以在那幾個園裡 摘士多啤梨,而且吃完 如果覺得好吃 你想再拿回家 就另外再付錢 哇,它好像有六七個圓 但不是每個圓都每天開的 它還在高位 大家摘的時候就很方便可以拿到 非常之細心 我們馬上摘一顆來試一下 我馬上摘 哇,甜的 還不錯 比昨天去超市買的甜 真的嗎 對 這些不是淡雪,這些是味熟 你進來的果園 聞到一大股士多啤梨味 真的很滿足 雖然說是農場 但其實是非常乾淨 你看看地上 是一滴水也沒有,又沒有泥 不說那麼多,我要先開工 這些就是我們剛剛的修成 我們摘了大概兩盒多一點 我們稍後三點鐘就要去Reception 給它一張票 那三點之前呢 我們就要搞定這一堆士多啤梨 我們吃完那些要倒在這裡 哇,全部都是士多啤葉 剪刀就放在這裡 它就是士多啤梨的副產品 朱古力蛋糕 半熟朱古力 然後又一塊是士多啤梨的蛋糕 但是詳細的譯名不清楚 因為剛剛Google也不太翻譯到 好像在吃士多啤雪糕的味道 Harkandise的士多啤梨味 真的整個位置都是士多啤梨 無論是蛋糕、士多啤的副產品 還是士多啤梨的本人都在我的位置 這次我們在福岡會住Airbnb 我們現在就請大家帶來我們今晚住的地方 這間公園是沒有電梯的 所以我們要全部都搬上來 三樓 這只是廁所 樓廊 最左邊還有一個 這就是一個洗澡房 這裡可以洗衣服 還有廁所 這裡可以浸浴或是站乾洗澡 就是有些簡單的廚具 有個雪櫃 有煲有碟 真的可以煮一煮飯 然後我們今晚就是一份榻榻米 但是如果天天叫我榻榻米 我可能會腰骨痛 沒有了葉的雪 回來福岡市就會有一種城市的感覺 一進來就第一樣東西 就感受到就是塞車 剛剛已經塞了十分鐘 在樓下超級睏 你問我的話 其實我真的喜歡在大分市那邊玩多一點 因為那邊就沒有那麼多人 首先 雖然沒有那麼多東西買 但是你是可以享受一下環境 還有舒適一點 這些店舖好像雜誌當下雨的時候 就拉一個櫃子 但是這些其實是吃東西的 裡面 很多東西吃都在裡面 玉子燒 這間店要排隊的 這間店 最後又是看到一間很棒的串燒 可能呢 這裡福岡範圍 市中心 物價比較貴 我們吃的串燒也比較貴 還有杏料也比較少 這個食物很明顯 雖然今天就吃不到我想吃那間拉麵 但是我明天呢 臨上機之前一定要會吃到的 明天再見